节目的开始 我们首先把目光锁定在星辰大海 关注大踏步前进的 中国空间站建设 两天前 问天实验舱与火箭组合体 垂直转运直发射区 发射也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 即将在本月奔赴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相信大家都是十分的期待 那除了叙事待发的问天之外 中国空间站另一个重装备 寻天空间望远镜的研制 也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中 计划在中国空间站建成后 发射升空 那关于这个大家伙 航天爱好者们 一定是充满了好奇 他能看到什么呢 未来将会承担哪些任务呢 他与我们熟知的 哈勃 韦伯 太空望远镜相比 又有哪些特点呢 目前寻天的研制进展如何 又面对着哪些困难和挑战 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 寻天到底能看到什么 简单来说 如何这个寻天空间望远镜 能够清晰精细地 观察到成千上万的星系 带来全景式的宇宙高星图 将成为中国航天 探索星辰大海的 旗舰级空间天文设施 它的大小相当于一辆大客车 立起来有三层楼高 自身携带燃料 就像是一座载轨飞行的 移动式太空天文台 那么未来寻天空间望远镜 将承担哪些具体的任务呢 又将如何运行维护呢 我们来听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詹虎的介绍 咱们寻天空间望远镜的 一个主任务 就是进行寻天观测 也就是对天体的一个普查 这大概占寻天空间望远镜 运行时间的70% 它科学覆盖面是非常广的 然后寻天空间望远镜 还配备了很多台仪器 所以它不仅能够做普查 而且也能够对天体 进行很精细的观测 精细的研究 或者说详查 在整个寻天周期里 寻天模块将会覆盖 17500平方度的天区 是整个天空面积的40% 积累近20亿星星的高质量数据 并绘制出宇宙的结构和演化过程 利用获取的星系样本 天文学家还可以测绘 上百亿光年范围内的 暗物质分布地图 它是在平时观测的时候 是远离的空间站 共轨飞行 那么在一个轨道面内 当它需要补给 或者维修升级的时候 寻天空间望远镜 它会主动地 跟空间站进行对接 然后进行补给 也可以通过航天员的操作 对后端的仪器 以及前面组光学系统的一些组件 进行更换升级 或者有的可以运到 直线舱内进行维修 那说到太空望远镜 我们所熟知的就是 哈勃韦伟博望远镜 其中哈勃望远镜 已经载轨运行了三十多年 期间发挥了大量宇宙深空的照片 前不久 韦伯空间望远镜 拍摄到了 涵盖深空星系团的 首批全彩色照片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和哈勃韦伯相比 我国的寻天又有哪些特点呢 这个空间望远镜 它的特点就是看得深 看得广 看得精 同等深度和精度基础上 它的广度是哈勃望远镜的 三百倍以上 据介绍 哈勃望远镜相机的探测器 有手掌般大小 而中国空间站望远镜 主镜口镜为两米 寻天模块的主胶面 由三十块探测器拼接而成 每一块都比哈勃的探测器大 其中十八块探测器上 设置有不同的绿光片 可以获得宇宙天体 在不同波段的彩色图像 另外十二块探测器 则用于无缝光谱观测 平均每次曝光 可以获得至少上千个天体的光谱信息 按计划 我国的空间寻天望远镜 将处在约四百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 运行后 它将成为太空中 向缘规模最大的天文相机 作为我国首个 也是最先进的旗舰级空间天文设施 寻天空间望远镜 预计于2024年前后 投入科学运行 它已规划的任务寿命是十年 并通过维修可以不断延长寿命 那么在目前的研制阶段 寻天面临着哪些难题和挑战呢 我们现在正处于初样研制阶段 目前鉴定产品各个子系统 组件单元基本都研制完成 准备集成测试实验工作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转入到正阳研制阶段 开展飞行舰的研制工作 与寻天平台集成开展联合实验 如果把望远镜比作观测太空的眼睛 那么反射镜就是眼睛的晶状体 晶状体越大 眼睛的空间分辨率就越高 也就能够观测到天体更多的细节 对于两米口径的望远镜 镜面精度要求达到纳米级别 加工制造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这个环境实验呢 需要它的规模非常大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期间呢 也配置了非常多的力学环境实验 热环境实验 真空环境实验的模拟设备 一个设备有很多模块所组成 下一步工作呢 我们就是把这些模块要组装起来 开展测试标定实验工作 杜俊杰是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 一名骨科专家 在他治疗的患者中 有不少是飞行员 其中就包括一级飞行员田国柱 四年前杜俊杰不仅通过手术 为他治好了颈椎病 还帮助他实现了重返蓝天的梦想 这几天成功赴飞一年的田国柱 再次来到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接受专业的飞行体能评估 见到杜俊杰时 他正带着团队为飞行员田国柱 进行抗载和体能精准评估 我们经过评估的发现 飞行员虽然经过了一个颈椎的手术 但是他飞行相关的肌肉力量 包括他运动的协调性 都有了很好的恢复 这份测评结果 对田国柱和杜俊杰来说 都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 2018年 作为旅里的飞行骨干 田国柱因颈椎疼痛 导致右上肢三角肌力量为零 无法自主抬起 无奈之下 他只能给自己热爱的飞行视野 按下了暂停键 对直观的表现的话 胳膊就是已经压得就动不了了 从正常的飞行生活 一下子转入地面 并且受到了疾病的困扰 压力比较大 心情也比较焦虑 他当时找我的时候 首先问我能不能恢复 那么他又问我 我还能不能飞 所以我从这句话里头 那么我就看到了 他对这个飞行事业的一种执着 杜俊杰被田国柱对飞行事业的执着 深深触动 作为一名空军军医 守护好每一名飞行员的蓝天梦 正是他的职责所在 考虑到飞行员在空中经常要承受4到5个G的载荷 杜俊杰决定采用国际先进的零切剂内固定技术 为田国柱治疗 这项技术在国内还从未应用于飞行人员 所以对于一个飞行员的手术方案 我们也是通过慎重的这种考虑 那么这种考虑在也就是说 我将来一定要让它放飞 既要牢固的固定 我还要保证它在空中有载荷的时候的安全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 但这仅仅是复飞之路的第一步 为了让田国柱更好的恢复体能 杜俊杰联合其他科室 为他制定了科学详细的康复方案 康复师给我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 他会依据我当时的力量情况 来进行每天的记录以及评估 在这种比较科学的康复训练下 也给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经过不懈努力 田国柱的各项体能 恢复到了生病前的状态 顺利拿到了专业委员会 准与复飞的见领结果 终于等来这一刻 田国柱特意邀请杜俊杰 到现场见证他重返蓝天 到了空中之后 把我穿匀 翻滚 驾驶感 又回到我手里来了 这个飞机它又是由我来操纵 心里边就是一种既兴奋 又喜欢又热爱 又有点不舍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很激动的 飞机在路过我前面的时候 它给我敬了一个礼 所以那个时候 真的是一种兴奋 自豪 真的是自豪感悠然而生 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这种付出 没有白付出 确实我们为我们的空军战斗力 做了一点点的事情 采访中杜俊杰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守护飞行员的放飞率 就是守护空军的战斗力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就绝不放弃 不管是战伤也好 疾病也好 我们及时地能把它治好 让它很快冲返战场 这个就是提高战斗力 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就是一个为亲保障能力 感谢观看